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。 这世界上的人和物啊,向来就不平等, 而社会主义呢,永远只会是一个遥远的胡萝卜,吊着驢子们往前行。 你说这普通老百姓和高官权贵比不了,似乎已经是中国不争的事实, 但是后来再看啊,连个动物也比不上。 这苏丹战火纷飞,关于撤侨的新闻没什么播报, 而外交部呢也不过是表示尽力再救了,反正结果他不说,网友也没地儿关注去。 反倒是旅美大熊猫鸦鸦,再一次占据了头版头条, 不仅一路大喇叭广播他是如何回国的,而且落地之后, 居然还有不少人在现场等着接机,摇旗呐喊,欢迎回家。 上一次看到这么温馨的画面,媒体打上14亿人齐迎接, 还是孟晚舟回国的时候,你普通草民哪有这个待遇啊。 很多人义愤填膺,说人命都不管了,却反而在意动物。 你看,这一下就有些狭隘,毕竟熊猫在中国对应的地位是过去的和亲公主, 虽然在国内部之前,也被拉过去强制繁衍,增加种群树料。 但是一旦踏出去,就代表着国家脸面,出事儿了,那就是统战价值和画饼。 至于他过的好不好,谁在意呢? 毕竟过去和亲送出去的,那都是别人家闺女,自己的宰人家宝贝着呢。 在这么个动荡的时代里,人啊就像浮贫,左右孤苦无一, 而时代的浪说不好哪一下就给你拍到岩石上。 这不前两天咱说,资博烧烤,突然间大火,弄得全国各地的人都乌泱乌泱的跑去吃, 一下子把整个城市弄得水泄不通,而由于客流量大,导致等待时间长, 一下子把游客和商家都弄崩溃了,一个烧烤店一上午放了号200个。 而第201位的小伙子因为等待时间长,要大老远来的,觉得不满意,要求老板加号。 而老板痛哭,说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实在考不出来,麻烦你等下午吧, 小伙子不满意是大喊大叫。 而店主呢,为了维护资博,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旅游形象,是跪地猛磕头道歉。 周围一众看客举着手机,神情麻木,你说还有比这更精彩的桥段吗? 这边是服务不过来道歉,反观长沙的烧烤扎串,八根意买一乳,消费者贤贵,反而被嘲笑穷。 不仅游客来了做牙花子,本地人也怨声载道,说没人管啊,要不说实力强不强,全靠同行衬托呢。 在这片诚信经营,如大海捞针的土地上,短短一个月的时间,资博政府财政收入由负转正, 让领导班的们切实体会到了为民众办实事的好处。 于是五一黄金周刚到,别的地方都涨价,资博却坐地降价,说酒店前只许收一半,游客们表示惊呆了。 不过这事儿也有负面影响,那就是巨大的人流已经超过了整个城市的接待能力, 弄得当地政府赶紧发文称建议大家错峰前往,并且说我们山东还有很多其他的美食美酒, 不仅赚了钱,还赚了个好名声,啊不,资博市委书记小马就直接被叫到省政府做演讲, 让其他地区也学学这致富生意经,不过老话说,枪打出头鸟。 这样一来其他各省市就比较尴尬,毕竟这么多年不管不畏已经习惯了, 突然来个官场内卷的,让领导们很难接受。 所以不知道下一部这书记的乌纱帽,会不会因为改革开放反而被撸掉。 互联网时代,现在的群众也不再像当年老毛时期那么懵懂, 而经过这动荡的三年,似乎百姓也更执着于所谓的公平。 郑州职业学院领导们在雨天召开军训动员大会,结果引起了强烈的不满。 原因是学生在雨里临着,而校长坐在主席台上,死活怕弄湿了他的官服和发型。 面对大家的抗议,校长解释说,雨衣不是已经连夜准备好发给大家了吗? 而学生们回答道,这破塑料雨衣早就漏了,你别光动嘴,自己也下来跟我们站在一起啊。 你看看,这就暴露革命的虚伪了。 人民吃苦就等于领导也吃了苦,上下一心,社会主义定义下的公平。 而当不满的人越来越多,那么反抗的声音和举动就会越来越大。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触到什么国家机密,但是每天的爆料也够中国的国际形象喝一壶。 所以这不,中国这两天就修改了反间谍法,把特务的范畴扩展到了, 但凡发出去的东西让国家蒙羞,组织利益受辱的,就算境外势力的走狗。 而更重要的是,一旦让组织发现你抹黑了,国家安全机关有权利调数据传唤查财产, 还可以禁止你出入境。 你看看,这文字域的风不就有刮起来了吗? 想必很多人会抬杠,说这些法律是针对外国人的,但是你再仔细想想, 杨大人什么时候在中国能被审判,敲打的还是自己的群众。 所以之前喜欢在网上发言的,最近都已经纷纷贴出告示,说闭门谢客了, 嘴给身子惹祸这事儿,普通老百姓干不了几回,这就是国家机器下群众的真实寿命。 所以,这也算是规劝那些海外企业,但凡还想着去中国捞金的,赶紧断了念想, 别回头干了一圈,钱让中国政府收缴了,人再打成右派反革命。 这其中尤其是技术人员,一定得多加小心。 这不前几天,航天业那哥们就当反面典型抓了,判了好几年。 在这片货金来了都得站起来陪酒的土地上,你技术再好,学识高不高,没价值。 会拍马屁才是真功夫。 而什么努力工作,脚踏实地,就能创造美好生活,更是天方夜谭。 未来一个员工,半年加班了500多个小时,三次进急诊,跟公司投诉,对方说你可以离职啊。 12万封口费,算是打发叫花子,而兑换的条件是你不许在上网传播此事。 你看,宁可给钱,也不想改了这奴役人民的行为方式。 而善伪轰轰烈烈的外卖小哥罢工也逐渐烂尾,顶不住生活的重担的人们一个个又穿起了制服, 开始在街头向尾穿梭。 最起码在现在的中国,你不干,有的是人干,还成立,毕竟每年一千万大学毕业生, 基本都得进入灵活就业的赛道里,能不卷吗? 之前经济好,鼓励官员子女下海创业,而现在经济差,中国又开始国企扩招。 国务院办公厅发文件表示,要求各大国企开放不少于一百万个青年间隙岗位, 并且一次性签订一年就业合同的给补贴,这样就可以把尴尬的数据拉下来。 不过一般人家的子女肯定是不会有这种机会的,毕竟国企的关系错综复杂, 那么多领导正愁没机会把二代三代们塞进去。 而这国企扩招其实是一计组合权,中国不是一直想推行数字QB吗? 公务员阶层已经提前下手,下一步就是国企,只要覆盖的面积够大, 把有消费能力的这群人都囊括了,那么不出几年,中国将再无实体货币。 到时候管起来人民可就方便多了,专币专用借钱都花不出去。 共产主义的新世界,这不就来了吗?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你们觉得资博市委书记内卷官场,到底会不会被其他人排挤呢? 而中国国企百万岗位搞扩招,能解决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吗? 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。 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,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 感谢观看,下期再见,拜拜。